世尊當年在印度見證的人不少 淨少成涅槃的人更多就是阿羅漢 印度石蘭 就是現在的斯里蘭卡阿羅漢多菩薩亦不少佛教傳來中國之後 兩千年現在印度佛教沒有了 印度的佛教現在遺留在斯里蘭卡去蘭卡見到古印度的佛教 還看到些少遺跡 斯里蘭卡的人民依然保留著原始佛教 令我們去到那裏見到非常受感動 大成沒有了 大成在中國和中國傳統文化遇到融合在一起 無比殊性的大成法 在中國有個輝煌的成就 兩百年以前 通過這個地區 大成有成就的人很多 這兩百年歲了 前面一百年 前面一百年 滿清的末年 雖在慈禧太后的手上 慈禧太后 他所學的應該都是知識無智慧 入了皇宮之後 念念是奪權 這一點他做到了 無能力自覺 自己共高我萬 清朝歷代帝王都是三寶弟子 都是尊重祖先 尊重古聖先賢 只有他例外 他自稱佛爺 將餘式道都擺在兩邊 不像以前的帝王 以前帝王對佛稱佬師 稱本師 自稱弟子 慈禧太后稱佛爺 諸佛菩薩 古聖先賢都擺在兩邊 上行下效 所以文武百貫 社會大眾對 古聖先賢 諸佛菩薩 那種成敬的心淡薄了 到滿清芒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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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滑坡就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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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還有講的人 講經講的人 講經講的人 真正落實做的人 好笑了 年輕人 向往西方科學 認為中國職藥的原因 都是古人那種教學 將人都教笨了 都教外了 不像西方人這麼聰明 一味去學外國人 對中國傳統產生懷疑 民國之後 五四運動 文化大革命 徹底摧毀 我們不要了 全盤西化學西方的東西 這樣就造成 現在社會的心態 它有歷史的淵源 不是無緣無故的 那麼西方科學發展到現在 問題出來了 確實帶給我們物質生活上 一些方便 但是精神生活崩潰了 現在的社會 富而不樂 信心喪失了 你去問一下 誰會對自己有信心 見到時局千變萬化 不是十年十年變化 是一年不如一年 一年比一年嚴重 那是什麼原因 在地球上居民心裡頭空虛 沒有方向 人生活在這個世間為什麼 它說不出來 人生的價值 人生的意義 完全是一片空白 這個人生活在世間多苦 所以犯罪率提升了 有個聰明人 開出拯救社會的藥方 沒有人相信了 這個聰明人是外國人 中國人不是中國人 中國人有 但是沒有人相信 中國人相信外國人 外國人提出來 外國人不相信 當然中國人就更加不相信了 七零年代 一九七零年代 英國的湯欣比博士 他三次訪問日本 在日本講的有紀錄 以後出了書 我在書上看到的 他說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了 只有中國孔孟學說和大成佛法 我看到這一段文字非常驚訝 我對他說的認同 和他有同感 但是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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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相信 他有同感 和他們的漢學院 和他們的教授同學 舉行座談 我就把湯欣比說的 提出來 向他們請教 我說他是你們英國人 你們很熟 他就住在倫敦 他說的你們相不相信 沒有人回答 都對著我笑 好像我說笑話一樣 我反過來問他 難道湯欣比說錯了嗎 也沒有人這樣說話 最後我只好自己說下去 我說如果你們將這個問題來問我 我肯定敢回答你們 我不懷疑 我會跟你說 湯欣比的話說得對 一點都沒錯 你們為什麼不敢承認 我知道 湯欣比博士的名氣太大了 你不敢批評他 但是他講的話你們有懷疑 你們不完全相信 所以你們的態度 是既不反對 也不贊成 你們是這樣的心態 為什麼不贊成 如果真是好像湯欣比說的 中國恐猛和大成這麼好 為什麼中國人不要 中國人要學西方的 自己的不要 那就值得懷疑了 所以我不問人 問人當然懷疑 我問你們 你們是研究中國漢學的 你們是讀中國古書的 我發現他們研究中國漢學 拿著中國經典 余悉道的經典 寫博士論文 去年五月 我第二次訪問巴黎 他們跟我安排訪問巴黎 看學研究所 先知道 歐洲的看學 第一個研究機構 就是巴黎這個研究所 他有百多年歷史 清朝時候建立的 我和他們的教授 院長 還有幾個研究員 舉行一場座談會 談得很高興 很頭緣 談了三個幾小時 談了整個下午 先完全明白 他們研究中國的古籍 是將它當做 人類 古代文明 研究的方向是這樣 當做歷史文化 古文化來研究 和現前這個時代 毫無關係 他問我們 我說我們研究 現在有用 他非常驚訝 怎麼可能 我們完全將它落實在 現代生活 工作 對人接物 他真有用 湯欣比說的話對現 正好 那天跟我去的 有個企業家 不念博先生 他就將傳統文化 落實在他的企業上 公司上 全部職員都學傳統文化 做出很好的成績 我就請他 做半個小時的報告 講他落實中國傳統文化 得到實際的效果 他們聽完非常感興趣 希望跟我們合作 確實我們可以邀請 至少 這三間大學的漢學系學生 教授 來中國看看 去蘇州看看 他的公司叫顧德是嗎 去看看 看看胡小林所經營的 企業 我聽到現在在國內 至少有六間企業 非常認真地做 做得非常有業績 讓他來看看 中國傳統文化 現在有用 和湯欣比所講的 完全相應 我們先真正 體會湯欣比博士的智慧 軟健 中國傳統文化 可以救國家 可以救全世界 又非常難得 我們得到龐太宗的自覺寶典 群書自要 有很多國家領導人 知道這本書 急著要看 我才想到 我們篇360 印成書 內容是群書自要的十分之一 希望五年之中將它出齊 完全出齊就是十本 翻成外國語文 給他們看 真有用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聖賢的教育是教學為先 釋迦牟尼佛一生教學 你從這裏來看 佛教不是宗教是教育 什麼教育 智慧的教育 智慧原本的人 就是佛陀 所以佛陀是佛陀教育裡頭的學位名稱 最高的學位是佛陀 第二個學位是菩薩 第三個學位是阿羅漢 佛陀佛陀 佛陀山阿羅漢不是神仙 是學位的名稱 好像現在大學裡頭的博士碩士學士 學位的名稱 在太悟之後 就從事教學 教學有次第的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向上提升 最初在六野苑 十二年讲阿含 这些是佛陀的基础教育 阿含讲什么 讲伦理 讲道德 讲因果 即是说扮小学 应机思教 十二年之后 讲方等等于中学 是阿含向上提升 小学向上提升 升中学 中学作为大学的预备 准备入大学 八年 佛陀教学 总共用二十年时间 建定大成的基础 受完这二十年教育 后面跟着讲大成 讲般若 般若是真实智慧 讲了多久呢 二十二年 换句话说 这是佛陀在世教学的中心科目 二十二年 等于办大学 最后的八年 讲法话 涅槃等于研究所 那个研究所是拿最高学位的 圣佛陀在世教学 你看他这四个阶段 留下现在这么多经典 记住没有人教他 这些智慧方法从哪里来的 无师自通 那就是大成教里头讲的 无师自 无老师教的智慧 自然自 从这里提出 教学的理念 教之道 寄贵二尊 他创造的三无楼学 是教学的总纲领 恩戒得定 戒是规矩 定是书楼 恩定开胃 开胃之后 跟我们讲 这些智慧 德林 尚好 全是智圣里头 本来有的 不是外面的 所以他将佛学称为内学 他是向内 他不是向外的 经典称为内典 向外求是知识 向内求是智慧 是德聪 是上好 meet 帮我们讲 心外无法 心外无法和我们讲学习的道路 法外无心要我们证得这个事实真相就是诸法实相 解定为这三行这个方法跟着佛教传来 愚接受了 道亦接受了 愚同道统统用这个方法 教学着重学生的悟性 不重视记忆 不重视讲学多文 重视一门深入 长时分寿 为什么呢 因门它容易得定 所以因门深入 长时分寿是戒 规矩必须要遵守 读书千片其易自见 目的着重在自见 自见就是你自己开悟了 你明白了 你读的那本书不需要人讲解 就叫你一直念下去 念到得定 得清静心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开悟了 这部经理台所讲的道理 你全部都懂了 不需要人教 没有一样你不懂 你读的传都懂 没有读的逆传都懂 释迦牟尼佛本人就做出例子给我们看 无师自通 在中国最明显的例子是唐朝 禅宗六祖惠能大师 吴悉智未读过书 他开悟那年二十四岁 他的悟性高 他是个斩柴佬 斩柴的 这行现在无量 抗战时候有 城市里头的居民 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 没有煤气 没有电 所以家家户户都用灶烧柴 就有人日日上山斩柴 入城市里卖 这种是苦工 为能就做这一行 有人担水去城外 河边池塘道担水 担入城卖 卖水 一口水多少钱 抗战时候我们更过这种生活 能大师偶然的机会 听人念金刚经 他听完有感触 听完之后他就敲门 旅头念经的人就开门 问他 他就说 刚才你念的很有味道 他就把意思说给那个人听 那个人听完非常惊讶 你怎能说得出来 发现这个人是天才 再问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说卖柴的 这太可惜了 他说你应该要去王门五祖老和尚那里学习 你的条件一定能学得成功 那个人非常慷慨非常爱财 稀有难得 这样的一个人才出现 就劝他去去恶插 家里生活他马上拿出十两银 十两银他一年都赚不到 没可能赚那么多钱 给他做安家费 找了一些学佛的朋友 大家照顾他的老母亲 让他放心去求学 他这样就将这件事情终成了 他到了王门见五祖 说明这段事情 那个居士很好心 要他来这里参学 五祖就问他 你来想求什么 他说我希望来做佛 我要来做佛的 别的不要做佛 大概五祖一生 也未碰过这样的一个人 他来做佛的 别人见他都是求富贵 求长寿 总是求这些世间福报 他没有他来求做佛 来求做佛 就要帮他成佛 为什么呢 诸佛菩萨 都希望成就众生的佛果 现在有个人真的来了 五祖怎么教他 没有教他去禅堂里头坐禅 也没有教他去广堂里听经 也没有指定几个出家人去辅读他 通通无 叫他去对访做义工 他是斩柴的 他斩柴有经验 还是去破柴 去捉迷 到场每日吃饭的人 成千人 我们相信他的对访很大 每日中米不间断的 不止一个人 中米破柴 有些人专门做这种工作 他加入里头 这是什么 这是参禅 不在禅堂 在对访 哪个会用功呢 慧能会 其他人不会 他做了八个月 老和尚想到大概成熟了 在这个道场里头 只有老和尚知道 慧能自己知道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老和尚突然宣布 大家作手指 送来给他看 真正开午了 就传衣缝给他 他就是第六代祖 这个传法是公开的 希望每个人 将你修行的见地 写出来看看 三日没人作的 神兽知道 大家总以为 第六代祖 肯定是神兽法师 神兽当年在道场 可以说是 五祖老和尚的助教 道场大 天下参默的人都来 大概最重要的 由老和尚想接见 其次的都由神兽去接见 所以一般人想当然是神兽 没有话说的 逼着神兽写了手指 自己没有把握 不敢送给老和尚 贴在墙墙上 心头想着老和尚赞叹 我就出来承认是我作的 老和尚说不行 那就算了 试一试 老和尚看完这首计 知道是神兽的 亦赞叹说不错 大家依照这首计修行 都有好处 回头照见 神兽问他 是不是你写的 是的 未见性 还不行 过几日你再写一首 给我看一下 这个讯息 这个讯息 传子 都传开了 慧琳听到了 他一听未见性 他也不表现出来 求人 带他去 带他去 带他手手手手手手上 他说我亦去拜一拜 做些禅筋的发源 经上这句话 意思好心 慧能在這個道場住了八個月 協計那棵牆在哪兒他不知道 證明什麼 證明慧能大師老實 五祖派他在對訪 他的工作就在那裡 他的修行就在那個地方 他沒有離開他的道場 寺院這麼大 他沒有到處去參觀 到處去看看他沒有 這證明什麼 老實 他是個老實聽話真做的人 這六個字是他能成就的因素 我們看這些地方要能提得頭 這麼老實 八個月那裡的環境不熟 他去禮拜拜了三拜之後 他說我亦有守己求人幫他寫 一寫出來之後大家非常驚訝 他把神秀的手指改了 五祖派他聽到這個訊息馬上趕來 把那手指拆了 和大家說未見性 大家的心就平復了 到第二日五祖秦寮 秦寮就是將那個道場拐彎抹角的地方 都去看一次叫秦寮 遮住秦寮他去見惠寮 見他中米問他米中熟了嗎 這些都是禪姬 這句話人家聽到不會在意 他說熟了好久了還未熟 沒有熟就是沒有人跟他印證 五祖用拐掌在他隊上敲了三下就走了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他自己知道三更朝見 到三更的時候 他就去推方丈室的門 門沒有散一推就進去了 你看 這種暗號又不是預先約定的 深深善人 五祖見他進來就先把門關閉 用架殺將他遮起來 和他講金剛勁大義 他不識字不用用經本 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他就開悟了 講出五句話 那五句話就是他的博士論文 賀奇之聲 本字清淨 賀奇之聲 本不生滅 賀奇之聲 本字具足 賀奇之聲 本無動搖 賀奇之聲 能生萬犯 五句 五祖一聽 行了 不用說了 衣撥就給他 你是第六代祖 快點走 怕人害你 有妒忌障礙 算 準備好了 送他走 送他上船 五祖回來之後 關閉訪門睡大覺 睡了三日 三日 但他走得很遠了 追不上了 三日 將訪門打開 和大家講 衣撥已經走了 大家才知道 傳給維林 不服氣 大家拼命去追 四面八方去找 將衣撥搶回來 但他都認為 老和尚老糊塗了 怎麼會將衣撥傳給這種人 真正佩服的是神獸 神獸心裡頭很清楚 警戒 警戒 確實比不上 慧能大師 這就說明 釋迦牟尼佛開悟 廣經教學 唯能大師 聶人隊裡躲躲躲十五年 你要知道 這時候是佛教的黃金時代 那時候都有這麼大障礙 何況現在呢 现在这个时代 学佛真正有成就要好似谁呢 可言老和尚 默默梦问 无人认识他 他持戒念佛 得功夫成片 得是一心不乱 得是一心不乱 真正有成就 一心不乱就是大切大悟 明心见证 还是不暴露 其实他早就可以往生 他自在往生 他说得很清楚 真正见到阿弥陀佛 请阿弥陀佛带他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不肯 跟他说 你留在这个世间表法 表什么法 表这个法 最后 真有信徒 拿着本书 送给老和尚 老和尚不识字 当然他不识看书 老和尚问什么书 他说 若要佛发兴 唯有争赞争 老和尚听到这本书 那么 无比高兴 为什么呢 他跟阿弥陀佛的约 来了 居然 马尚穿蒲答衣 拿着本书 要大家和他拍照 你们来和我拍照 三日之后 他往生了 在这个时代 因为 争团不田结 互相毁谤 这两句话 保大德说的 佛发要兴 出家人要互相赞叹 如果互相毁谤 佛发就灭了 现在大家有这个问题 为了这本汇集本 反对汇集本 国内国外 令我们学习 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我看无量寿经 老师跟我说的 李老师跟我说的是 康曾凯的版本 不是这个版本 讲完之后 他将夏年居佬居士的汇集本 上面还有他的微珠 是他早年讲的 我没有听到 将这个版本给我 我看完一次之后 非常高兴 我就向老师请示 这个版本我可不可以说 有老师的微珠 我一点障碍都没有 我高兴 老师跟我说 现在不行 圆五成熟 要我收起来 等圆成熟 也没有跟我说 什么时候完成熟 一直到李老师往生 这个版本在我手上 没有人见过 所以我就将这个版本 老师微珠的版本 印在一万本 在我海外流通 海外的同修 看到这个版本非常高兴 找我说 海外无障碍了 所以我第一次是在温哥华讲 第二次讲 是在圣河西 在洛杉记 在加州讲的 前后讲过十次 都是依李老师微珠 那个版本讲的 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 我们见面非常高兴 我们见面是在北京 他去美国宏化一个月 我们两个都没有空 通电话 他这部注解 刚刚完成 是初稿 用油印印的 带了一套去美国 听到我在那边讲 无量寿敬 讲这本汇集本 他非常高兴 把那个版本送来我这里 我看完之后 就打电话跟他讲 你有没有版权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问 没有版权我要翻印 如果有版权我尊重你 我就不敢翻印 他说没有版权 而且还要我跟他写一篇罪文 印出来的书封面提字 我都答应他 我送到台湾 那个时候圆字排版 印了一万本 正装本印一万本 寄了一部分去北京送给他 他见到非常高兴 他是初告 现在这个版本 他已经修改过好几次 是修订本 但是这个原本很有价值 在台湾还能找到 我们印的数量不少 印了一万本 我一直到85岁 年纪大了 住世的时间不长了 要准备求往生 所以 所以 将《华严经》停了 专讲《华严经》 而且讲《黄念老》的注解 他注得太好了 他是习注 用83种经论 110种祖师大德的注硕 来注解这部径 他那些原始资料 我在他家去北京访问 我探他的时候 在他家见到 我好感叹 我说这些东西 你从哪里找来的 他跟我说 都是三宝加持 学佛的佛友 周围搜集送给他的 辛辛苦苦六年 一夜不间断 他要读那些资料 找相应的字句 注解这部径 身体 年纪老了身体不好 不过病 我见到非常感动 我们真的是一见如故 当时 学这部经 讲这部经 就我们两个 在海外我搞 在国内他搞 没有第三个 做得很辛苦 我这个版本是老师给我的 我如果听大家的话 这种压力 放弃这个版本 我去学第二个版本 我的罪名就正确了 是真的不是假的 正空法师 背诗叛道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天下人都反对 没有一个人赞成 我还是要学这部经 我还是讲这部经 我还是讲这部经 为何呢 老师交给我的 我对老师有信心 尊师重度 尊师重度 时节因缘 未到那时年轻 知力不够 讲这部经 很多人反对 你顶不住 道老师 道老师走了 走了之后 我讲经 也算不少年了 大家慢慢能相信 对我有信心 还有这么大的压力 但是我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讲得很清楚 再大的压力 我亦不会改变 非常难得 得到 过来有一位 宏林法师 这个名字 听说是化名 不是真名 这么多年来 努力收集参考资料 证明 会集 这种做法 自古以来就有 不是不会集得 他这个版本后面 最后一段 是答文 里头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确实 确实 可以帮助大家 化解这个疑虑 来坚定 信心 尤其是殊聖的 尤其是殊聖的 来佛子的 可言老和尚 112岁 他20岁出家 师父正是教他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教他一直念下去 他念了92年 112岁往生 往生之前 最后捧着这本书拍照 证明 下年居会集本没错 是真经 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没错 可以依照的 亦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 依照这部经修行 路没行错 希望我们互相赞叹 我一生 没有批评任何一个法师 只有黎敬赞叹 我没有批评 没有位旁 我不够资格 我亦害怕 为什么呢 旁佛旁法旁增 这种是无间地獄罪业 我好清楚 你有一件善事 我就赞叹你善 你有无善的 我绝对不提 绝对不摆在心里 我希望佛法能兴旺 希望佛法能救世 现在最契机的无过于这部境 这部境我依照 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 这次是第四次 一年由头到尾讲一次 讲一次至少要一千两百个钟头 也就是每日讲四个钟头 要讲满三百日 我们第三次讲 就是上一次超过了 大概超过八十个钟头 我们第三次讲就是上一次超过了 几多次呢 不多清楚了 超过了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坚定的信心 你就看老和尚 老和尚一生就一句阿弥陀佛 念了九十二年 我从光碟上看他 他各阁实实 得功夫成片 是一心不乱 你一心不乱 他第三个往生 包括他的妈妈 凯庆 凯然 包括凯然的妈妈 他八十六岁往生的 用这部经来观察 个个都是上辈上生 不是凡人 来为我们做榜样的 我们真的想往生极乐世界 真的想脱离六道轮会 他们是榜样 是典型 我们就应该 方下万缘 向他老人家学习 我自己带头做 我现在什么经都不看了 每日读经 就是 大经解 每日学习 也是这部科著 我们将科判放进去 一门深入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这个是人生的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往生 亲近 阿弥陀佛 就是 一门深入 一门的一门 對這部經驟 堅定不移 一生專注 專受 專學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就學習到這裡 在面部心疏 编女愛智君 作詞文畫的 詞 backed byWilliam 翻譯 詞曲作詞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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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曲 編曲 編曲 end 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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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